安慶国小桌球队一早就努力练球 为之后的比赛做准备 不为正的安慶国小发展桌球运动多年 选手们参加各项比赛成绩丰硕 本次桌球队前往新加坡参与第六届新加坡青少年国际希望杯桌球锦标赛 在12岁以下女子组团体 以及12岁以下男子组单打分别夺下金牌与铜牌 全校师生都倍感光荣 我们第一次出国比赛 一开始教练们都觉得我不太可能 但是那场状况还不错 后来就打到冠亚军 那冠军很开心 我的目标是上少国 然后跟学姐一样 台湾就都知道对手是谁的强弱 去到国就不知道对手是多强 这次去就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 可以跟各国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或是韩国 甚至一些其他国家 那我觉得学生一开始去的话 也是要适应这个场地跟气候 相信对他们之后再回到台湾参加 接下来今年度的赛事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今年度我们的像总统杯自由杯 这种少年国手选拔赛 我们都会继续参加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国际赛经验 在今年的精英杯自由杯总统杯 我们都能够再进到八强甚至四强 少年国手今年也会继续的争取这个最高的荣誉 本次的比赛也让选手们增进与国际选手的比赛经验 校方也表示未来会继续鼓励选手参加各种国际比赛 不仅希望他们可以发挥最好的表现为国争光 也希望云林的孩子能站上世界舞台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学生他们之前在云林线拿到好成绩 接下来全国也拿到好成绩之后能够走出国际 所以我们也会有机会让学生能够多多接触国际的赛事 接触不同的选手能够让自己的面向更广 然后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强度 还有自己身心的状态 相信这些选手透过国际赛事的经验累积 可以在未来的比赛中大放异彩 记者联宏博采访报导